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疑问要十多年 始终不能如愿 眼看就要笨似实了 夫妻两个心急如焚 因为久婚不育 总是给街坊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真是一只不会下蛋的鸡 这赵家偌大的家业也是无人继承了 你这说话也不能太武断 这生孩子是两人的事情 说不定是南方的问题 是啊 不管谁的问题 但是没生出个孩子就是不孝 也不懂那个小妾回来 据说是赵元外居内 不敢纳妾 每次夫妻路过都能听到很多难听的话 梅儿说 夫君 赶紧纳妾吧 说不定很快就有孩子了 每当这时赵元外总是说 我这辈子都不会纳妾 再多说也改变不了我的决定 如果我们一直没有孩子 可过季个同族的孩子 当然这也是以后的事情 府里的管家叫赵立明 是赵元外的堂叔的儿子 一直就想过季过来 几次明里暗里提示赵元外 可是赵元外也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要过季 自然是过季年龄越小越好 自己养大 不止感情很深 还不容易给人左右 为了想过季 这个赵立明可谓是下足了功夫 府里大小事情都是认真对待 让赵元外也是很满意 但是要过季他 这绝对不可能 有一日 赵元外带着夫人一起去上乡求子 妙主说 施主 该来的 总是会来的 不要着急 平日要行善积德 凡事别过于执着 太执着也是徒增烦恼而已 此后 夫妻俩也不纠结孩子了 那年天气干旱 城中来了许多桃荒的百姓 赵元外当机立断在城外设了周棚 为百姓赠粮试周 让那些流浪的人 穷苦百姓的不至于饿着 夫妻俩每天都亲自试周 帮助了很多百姓 每日周棚前都排起了长队 看着他们领到周在旁边吃得满足 夫妻俩也是由衷的高兴 诗周了两个月后 流民也越来越少了 表示朝廷救济粮也到了 灾情也有所缓解 夫妻俩就把诗周事宜交给了下人 因为赵元外自发诗周 得到县令的表彰 更是为城里大户做出了表率 所以 在赵元外诗周后 很多有钱大户也纷纷效仿 搭周棚诗周 帮助百姓 所以灾情才会那么快解决 虽然没了流民 很多周棚也慢慢撤销了 但是大家对行善积德的善举 却一直都在努力着 半年后的某一天 赵夫人突然觉得胃口不佳 吃啥都觉得恶心 后来下人请来府立 一把脉 原来是怀上孩子 而且也有两个月了 这把赵元外高兴坏了 召集了所有下人 说道 为了庆祝夫人有孕 福里美人发了五两银子的红包 以后大家伺候夫人要多用点心 一切以夫人的喜好 心情为主 这是全所未有的事情 就算过年也只有发二两 下人们高兴坏了 齐声说 老爷放心 我们定会伺候好夫人的 下人们对伺候夫人更是用了心 但是有一人却高兴不起来 那就是赵立明 他感受到巨大的危机 如果赵夫人生下儿子 他就更没有希望了 但是这个人善于伪装 并没有表现在脸上 对伺候夫人也是很上进 准备的用的 吃的都是用尽了心思 就怕夫人不开心 就这样了 过了几个月 夫人肚子也大了起来 每日行动也是困难了许多 可是赵原外需要出一趟远门 来回可能得各把月 赵原外对夫人说 夫人 为夫要去一趟省城 几个月前订的一批货 一直没有交货 我怕是出了什么变故 我得亲自跑一趟 看看情况 可是你生产期也接近了 按理来说 我不该这个时候出门 哎 夫人打断 老爷 你快去吧 我这生产期还有两个月呢 你速去速回 回来便是我的生产之日 赵原外想了想 就把赵立民和所有下人叫了来 说 老爷我要去趟远门 一个月后回来 你们一定要好好伺候夫人 有事就烧信给我 第二天 赵原外带着两个伙伴 就早早出了门 争取能够早点回来 府里照旧 小丫鬟用心伺候着夫人的饮食起居 不过就在半个月后 夫人却见了红 肚子也痛了起来 按这个架势可能是要生了 夫人赶紧叫人找来稳婆和抚衣 好在稳婆早就准备好了 所以 来得很快 稳婆吆喝道 快去烧水 准备老身汤来 夫人痛得直冒冷汗 叫声也越来越微弱 稳婆道 夫人真是难产了 怎么办 老爷不在府里 只能去问管家 管家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保夫人 经过稳婆和抚衣的努力 夫人最后生下了一个男孩 虽然不足月 可是长得白白胖胖 很是可爱 夫人一眼都没看 就晕死过去了 隔天醒来 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 忙问 孩子呢 我的孩子呢 丫鬟眼神闪烁 颤抖道 小少爷夭折了 夫人自然不信道 快抱来给我看看 管家说怕夫人看了伤心 所以就后葬了 丫鬟结结巴巴地说 混账 我都没见过一眼我的孩子 就给我处理了 夫人生气道 这时赵立明站在门口道 审子 那孩子还是别看了 全身发黑 我是怕你看到孩子难受 所以就自作主张给埋了 听到赵立明如此说 赵夫人悲从中来 造念啊 为什么会这样 究竟造了什么念 要这样对我 夫人嚎啕大哭了起来 她实在想不明白啊 为什么运气好好的 怎么会生出死胎 实在无法接受 所以只能日日以泪洗面 人不仅也消瘦了一大圈 还有些神志不清啊 每日抱着枕头哭泣 好不容易盼来的孩子 就这样没了 当时有多开心 现在就有多绝望 赵原外收到家书 也是紧赶慢赶地回来了 她是非常后悔 自责 当初就不该出门的 就应该等夫人生产后 再出门就好了 回到家 看到夫人蓬头垢面 风言风语 很是心疼 便日日陪在跟前 更是请来郎中 郎中 赵老爷 夫人的病是心病 需要她自己看开心 有空尽量多带夫人出去散心 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所以近几年 赵原外总是带着夫人游山玩水 她的病情也是得到康复 可是看到别人家孩子 总是触景生情 每当这时 就暗自流泪 有一日 他们来到一个不知名的镇子上 突然看到一个小乞丐 被一个油腻的大叔打 夫人看了莫铭心就疼了起来 赵老爷赶紧上前制止道 孩子这么小 你怎么下得去受 站着说话不要疼 这个小乞丐成天来偷我的包子吃 你是好人 善人 你帮他付钱 油腻大叔说道 赵原外看着小乞丐更可怜 就拿了十两银子给油腻大叔说 买他吃你包子钱够了吗 够了够了 不过这孩子着实可怜 被父母一气了 被好心的阿婆捡了回去养着 后来阿婆过世了 他就天天在街头捡吃的 姐妹友就天天来偷包子吃 我这小本生意 哪经得住给他偷啊 油腻大叔说 赵原外夫妻见小乞丐可怜 就带他去饭馆吃饭 夫妻俩问他话 只会摇头点头 难不成还是个小哑巴吗 赵原外说 夫人说 先带回去养着吧 就这样 夫妻俩也不再去游完了 把小乞丐收拾干净 换上新买的衣服 看起来还是个漂亮的小男孩呢 夫人看了挺喜欢 不禁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 小乞丐一下脸都红了 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人亲过他啊 夫人见此问 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乞丐摇了摇头 你没有名字吗 夫人问 小乞丐点了点头 夫妻商量给他取个名字 就叫喜儿吧 我看夫人那么喜欢他 夫人点了点头 表示这个名字喜气 不错 很满意 此后 喜儿被夫妻俩带回了府里 年龄小 也干不了什么活 就让他跟着养马的小厮 学习喂马 就这样过了几年 眼看老爷也快笨舞了 夫人说 老爷 给你那个切吧 不然以后如何与列祖列宗交代啊 赵元外破于无奈 只好点头同意 夫人便找了镇上的王媒婆帮忙 找了一个女子叫阿珠 是个穷苦人家的女儿 今年十八岁 长得水灵灵的 让人看了就想疼惜她 两个月后 便传来喜讯 说是拉出怀上了 老爷夫人都很开心 不管生男生女 总算是有后了 平时便让下人好好照顾二夫人 不得有任何闪失 最近赵老爷生意上也是挺忙的 订单多 常常忙到深夜才回来 此时喜儿也有十二岁了 当初都以为是个小哑巴 没成想 与大家熟悉后 嘴巴还是挺甜了 哥哥 姐姐叫得挺甜的 而且人也勤快 敦厚 赵元外夫妻对她来说也是挺好 尤其是夫人 看着喜儿总是感觉心里暖暖的 所以常常把喜儿叫到跟前陪伴她 有一日 她刚从夫人那里出来 经过二夫人屋子 听到里面有男子的声音 又传来儿童不一的声音 喜儿心想 老爷还没回府 这二夫人屋里的男子是谁 她趴在窗前想看个清楚 没成想 那人发现有人偷窥 却翻窗跑了 这事倒是让喜儿很是纠结 老爷夫人对自己恩重如山 这是该不该告诉他们呢 又过了一段时间 就是中秋佳节 府里很是热闹 因为二夫人游戏 老爷不仅给大家发了不少赏钱 而且还有丰盛的晚宴 老爷还给大家敬了酒 不会喝酒的喜儿 被呛得呲牙咧嘴 不一会就醉熏熏了 伸一脚 浅一脚 被送回屋里休息 半夜里被一阵尿给憋醒了 当他从茅房回来时 特意来到二夫人门前经过 此时又有一个男子在里面 喜儿悄悄地来到窗户旁边 想看个究竟 没成想竟被发现 直接被二夫人和一个男人 拉到屋子里面 大喊大叫看起来 不一会儿 老爷闻声赶来 二夫人声味俱下 说是喜儿欺负他 管家也说 自己经过此处 发现喜儿鬼鬼祟祟 进了二夫人屋子 这下喜儿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 老爷很生气 叫人把喜儿打了一顿板子 把他赶到马棚居住 说以后都不许到前院来 喜儿心里非常的委屈 为了找出事情的真相 常常晚上都睡不着 有一天他是在躺得累极了就起来 爬上了屋顶 看起了月亮 星星 想起以前跟阿婆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虽然生活非常的窘迫 可是日子还是很温馨的 阿婆疼爱自己 把自己当做亲生的孙子一样 想着想着 喜儿就流下了眼泪 突然他看到管家赵立明在夜色中偷偷摸摸的来到了二夫人的房中 这个时候喜儿才想明白 原来二夫人房中的男人是管家 怪不得每一次都是自己遭殃 喜儿不动声色去书房找了老爷 把他看到的都与赵老爷说了 然后他们一同来到了二夫人的房间门口 正听的里面二夫人的声音传来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呀 每天都偷偷摸摸担惊受怕 真是烦死了 赵立明说 娘子 你要有耐心啊 等你生下了儿子 我们的儿子就是赵家唯一的继承人 到时候赵家还不是咱们说了算 那两个老家伙 就让他们多活一段时间 就在这时 喜儿踹开了门 正看到赵管家抱着二夫人衣衫不整的 赵管家又顾忌重演 把喜儿绑了起来 丢在了二夫人的床上 然后大声喊叫起来 随后走进来的赵老爷说道 赵立明 你就不要再演戏了 我什么都知道了 这时赵立明方才知道 一切都完蛋了 他跪在赵老爷的面前喊道 赵叔 赵叔 你就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随后衙门官差的人也进来 压着赵立明和二夫人去了衙门 这时候二夫人阿珠害怕了 在官府的逼问之下 就如竹筒倒豆子 把所有都招了 原来这阿珠本就是赵立明的相好 知道赵老爷想要那一个小妾 所以买通了梅婆 把怀了身孕的阿珠带到了夫人的面前 事情真相大白后 因为念其阿珠怀有身孕 所以对他从轻发落 但是赵立明就不一样了 本来背叛秋后问斩 赵老爷念及走着赵家本族的血脉之情 所以只被监禁 赵老爷对喜儿说 喜儿 你辛苦了 也受委屈了 喜儿说 不辛苦 不委屈 为老爷办事 再苦再难我也愿意 原来从喜儿第一次发现 二夫人房里有人的时候 就已经跟赵老爷说过了 老爷让他卧心尝胆 好好观察 只是那赵管家太狡猾 一而再再而三都被他逃过 不过最终还是付出了代价 有一日 下人报告说 门外有个吻婆说 有事找老爷 原来这个就是当初给夫人接生的吻婆 吻婆 赵老爷 我对不起您啊 当初夫人生下的孩子 虽然是早产儿 可是很健康 但是赵管家拿着我家人的性命 要挟我 一定要把这个孩子丢去乱葬岗 说夫人生下死胎 我不忍心把孩子丢到乱葬岗 然后就丢在街头 看着有一个老婆婆把他抱走 我才离开的 这几年赵管家派了杀手来灭口 我全家东奔西跑 后来跑到偏远的山区 投奔了亲戚才终于活了下来 听说赵管家被判刑 我们一家才敢回来 老爷 夫人听了吻婆的话 抱头痛哭了起来老爷说 这个赵立明真是个恶毒的东西 真是对他太仁慈了 当初就应该让他斩立绝 现在老爷 夫人急迫想要找到自己的孩子 据吻婆的分析 是被一个老乞丐捡走了 那么这个老乞丐在哪里 要去哪里找 吻婆经过门口时 看到站在门槛处的喜儿 很是眼熟 跑过去拉过喜儿 扒开喜儿衣服 脖子上一颗红痣 就完全露了出来 他大声说道老爷 他就是您的儿子 没错就是他 当时这个孩子生下来时 脖子上就是有一颗红痣 当时我还在想 这孩子真是有福气啊 老爷 夫人这时才恍然醒悟 是啊 喜儿当时就是 被老婆婆捡走养大的 而这颗红痣 他们早就见过了 平常衣服盖着 偶尔也能看得到 但不是非常的清楚 幸好那赵立明 并没有见过孩子的红痣 所以他并不知道 喜儿就是夫人当初生下的孩子 要不然就危险了 老爷 夫人抱着喜儿痛哭流涕 这是喜极而泣 自己的儿子终于找回来了 幸好当初自己心善 把喜儿带回来 不然 想想就后怕 不知要去哪里 才能找到自己的儿子呢 此后 老爷请了有名的先生 教喜儿读书 休息时 老爷亲自教他经商之道 夫人就更忙了 喜儿从小就没有穿过母亲做的衣服 现在他天天忙着做衣服呢 娘 别忙了 喜儿衣服已经很多了 别把眼睛弄伤 喜儿背书给您听吧 喜儿说 夫人赶紧让人下人收起布料 认真听喜儿背起了书 母子子孝的画面 让人看了真是温馨啊 春去秋来 花开花落 很快喜儿也长到了18岁 到了娶妻的年纪 赵老爷夫妻 对于儿媳妇的要求就只有一样 那就是善良本分 在街坊的介绍下 娶了一个叫林香的女子 是个普通人家 父母都是老实芭蕉的农户 林香心灵手巧 成亲后 伺候公婆 夫妻恩爱 后宅打理得井井有条 一年后就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 一家人生活幸福美满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